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编,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紧急突发的一个情况 在这样一个惊吓海域对垒的高度的敏感的一个时刻 发生蔡英文办公室卫兵 咔嚓这个事件,重弹身亡这个事件 那这个事情非常的有内容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我们看新闻 突发,蔡英文办公室一卫兵头部中枪 据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多家台媒3月1日最近消息 今日晚间9点40分许 蔡英文办公室一名年,约20岁的卫兵头部中枪 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目前已被送马尔凯医院急救 目前事件正在调查中 据雅虎报道,有天下第一营之称的卫戍总统府宪兵211营 一日晚间90许传出枪响 据了解为一名20岁宪兵 于门口处举枪抠动扳机 待消防人员获报到场时 发现其头部有明显创伤 倒卧血泊已无声明迹象 紧紧送医后,抢救后宣告不治 详情人带调查理清 宪兵指挥部说明 掌握情况后 确认伤者为宪兵211营古姓上兵 已转送中山马尔凯医院急救 无奈于10点25分宣告不治 对此不幸事件深表遗憾与不舍 单位已责派干部协助家属处理相关事宜 后续并配合点调理清赵英 另外,总统府表示 本期案件蔡英文总统已掌握 说不,研判无关政治情势 后续具体情况为何 府方会再进一步 理清后再进行公开说明 每次看到台湾发的这个天文稿 我都很痛苦 这个语法是极其不对的 用字它非要去创造一些字 什么残疾人们说 中国大陆人用残疾人们是不为名的 台湾用生障者 什么叫生障者 然后他们这个地方说的那些话 真的很痛苦 念起来很痛苦 大家都知道老病这种心情 你听起来也费劲 那么好 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很敏感的 那么台湾之前呢 也有过一篇文章 叫中共对台湾的渗透是无孔不入的 也就是说在台湾呢 有大量的第五纵队在这里活动 那么不是由中国大陆人去台湾 当这些特工谍报人员 而是说由台湾很多人 被策反为特务和谍报人员 因为这个才是一个大事嘛 那大家都知道 民进党的这个郭正亮 他不是已经这个 等于说是像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对吧 就是说也有人看得很清楚 但选择潜伏和继续装傻捞好处 但郭正亮这种人 他比如说他跳熬出来了 在那个地方讲 好像一些很现实的东西 当然我说过 他对大陆也是有敌意的 但在大陆也有一些人会去看他节目 所以我们不去管 那么民进党内部也好 台湾内部也好 像潜伏在这些特殊岗位上的郭正亮 这些人也是有的 也不是没有了 对不对 也是看清楚你们到底是报什么东西了 对不对 也别懒得跟你们废话 好 那么老兵就讲 这样的人是大有人在的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说民进党的基本票仓 像最近那个彩虹博主 一天到晚在台湾骂大陆的 这个高明轩 对吧 这个货最近来到大陆 到上海到北京 他表示非常喜欢 那绿脑怪去攻击他 那么也就是说 民进党的基本盘 也是可以进行随意的动摇的 而这种动摇成本 很低很低 只要他来大陆看一眼 他就会被动摇 那么有多少人 他是被动摇了以后 他产生了新的一种想法 因为毕竟傻逼是很多 但是傻逼中也是有聪明的 或者浪子回头经不换的 苦海无边立地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 那么这些人都是有的 所以台湾有很多人 无论蓝绿还是中间系的 有很多的人 他们其实对台湾的现状 是不满的 老兵也说了 历史改变的进程 往往是一个小人物 去扭转整个乾坤的 很神奇 就像这次福建的 这件事情也一样的 他海巡熟这个屌人 他就是要玩脱了 就玩脱线了 硬要去弄死中国大陆人 来显示出他的强硬 那这个事情 居然让现在的局势 更进一步了 那现在台湾这个卫兵 他为什么 他们说 台湾当局说 他是这个什么制裁 那么我们就来讲两件事 第一个制裁 为什么制裁 大家要知道 北京啊 一直以来我们都很清楚 就台湾蔡英文办公室 开什么会 北京办小会议结束以后 半小时内 北京就能够知道 你蔡英文在讲什么 一个是我们在外围和海上的 大量的这种军事侦查 以及对于这边 你在这边说些什么东西 在进入运用技术手段 来对你进行侦查 这是一方面 那么还有一方面 就是我们的这些 台湾的这些潜伏在 蔡英文身边的这些特务 这些特务会来第一时间通报这些消息 通报这些消息 所以说他身边的这些人 有大量的是帝国纵队的 大家要知道 当一个领导人的卫兵 尤其是办公室这样 积书要地 当这种办公室的卫兵 那他妈的是 台湾一两千万人里面得挑出来的人 就是这些人就什么 有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像克里姆林公普京 他进办公室 他会不会不想拍 那门口站两个卫兵 他就是这种概念的 你办公室里面 办公室的这个卫兵 他对这个里面在发生什么 他是很清楚的 非常非常的清楚 他还要在这里看着 你们谁不要对领导人图抹不轨 他这种卫兵 那他知道消息多不多 很多 那么如果他是自杀的 说明他 已经开始被调查了 他的压力很大 这个保密局已经掌握了他很关键的一个信息 最后采取措施了 他就什么 就自杀了 因为大家要知道 当领导人的卫兵 贴身卫兵 你要经过非常严格的政治审查 身体素质的训练 心理测试 大量的心理测试 性格测试 他要通过非常多的这样的测试 把你所谓的这种 间歇性的这种 精神病 他都能给你过滤出来 因为有些人他平时是正常的 他突然之间就过激了 他可能就要干些什么事了 这个他都能够判断出来 甚至 甚至还有的还要查八字 你这个八字会不会对我不利 各方面的 他都要去看 就是硬件跟软件都要去看 所以说 他们的心理素质是非常的OK的 那如果讲到这里 老兵的思路又多了一个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讲 那么在这里面去延伸出来 就是说 如果说他不是第五纵队 他不是自杀 他不是被他杀 那么 如果说 他的压力过大 或者乱七八糟的一些心理因素 他就自杀了 那么 蔡英文身边这些卫兵 都是些歪瓜裂枣 如果一旦武统的时候 这些歪瓜裂枣 能够去保护 蔡婆 赖皮狗吗 答案是不能的 这个是 这个这个是 对于台湾来说 是一种上上签的说法 让他们听得比较舒服的说法 比如说 这是他的个人原因 那他是个人原因的话 那你们挑选的这个 所谓的总统卫兵 到底是一帮什么玩意儿 你们这个挑选机制 是不是出现问题了 这样的人 他能够去保卫蔡婆吗 那如果说连卫兵 我们讲叫做大内高手 这种叫做大内高手 大家要记住 就用以前 他妈的清常话 叫大内高手 你大内高手 你都是 对吧 你等于说是像那些 归这个领事位内大臣来管 这种他妈的 像什么张五哥 图里称这样的卫兵 你都是在 这个他妈的前情宫门口 直接他妈拿刀 把自己给干死了 这些人他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看那些 那些古装剧 皇帝王那坐着开会 旁边站了两个黄马褂 拿着那个刀的 大臣都下跪 他们都不会下而跪的 他的办公室卫兵 就是这种人物 这种人物 御前带刀的人物 你他妈说自杀 就自杀 心理素质这么差 那你蔡英文 你们整体 整个台军的作战实力 到底怎么样 大内高手 都是这个屌样 那如果说 解放军打过来 你是不是都会崩溃 那这个是往他们 爱听的方向去讲 那我后面说了 另外两样点 一个是他自杀 是不是 那就那就说明说 这个人他 在通风报信的过程当中 可能他太嫩了 因为岁数太小 太嫩了 他露出这些马脚 对吧 被调查了 他心理压力大 或者说 怎么怎么样的 我个人认为 自杀可能性 非常非常的小 还是被他杀 就被他杀 因为发现 他在干这个事情 现场抓到了一些 证据 或者是怎么样的 然后就直接 把他给处理掉了 然后再说 这个家伙是自杀的 我倾向于后 最终这种说法 他是被他杀 而不是自裁 他是被他杀 因为是他们总统府里 传出来的枪声 你现场又没有别人 可以看得到 对不对 那就是他杀 把他给干死了 因为你小子泄密了 因为你是要保卫菜和赖 对吧 这种事情必须要 要枪决掉你 杀衣紧摆 杀鸡给侯看 这种可能性是更大的 因为台湾当局这么着急 时间这么快 发这个通稿 这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你怎么就知道 这事情没有政治动机 你第一时间就来 澄清说 这没有政治动机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敏感时刻 蔡英文的 御前带刀侍卫 居然会自杀 这个时间点太敏感了吧 正好是我刚才 已经讲了 两岸的 十一轮的谈判 全部都谈崩掉了 只是一个家属民间 民间跟台湾当局刀 十一轮都谈崩了 台湾今天又说什么 调集什么狗日的 什么宜兰舰到什么 金门去 一副强硬的姿态 一副强硬的姿态 一副很老鼻的一副姿态 在这个时间点 出现这样一个事情 出现这么一个突发状况 这个事情是不简单的 各位 我们不是在对阴谋论 也不是论阴谋 就是你觉得这么一个 敏感点的时间点 蔡英文的御前带刀侍卫 自杀了 这是什么意思 无论从什么方面来讲 这都不是 对他们来讲 都不是一个好兆头 你他妈的在这个地方 一听这个什么 总统府里面发生这种事情 蔡英文办公室 发生这种事情 你不是他妈那个逼的 血光之灾吗 这不是触眉头的事情 所以我就认为 中华民国 马上也要面临血光之灾了 我认为这小子 如果说他是 中国大陆的第五纵队 我们向他表达 最真挚的感谢 和崇高的敬意 将来台湾要是 很快的拿下来以后 要追求他为烈士 如果他真的是第五纵队的话 那中央军委 都要给他一个荣誉称号 家属各方面 全部都有很好的待遇 那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清楚 如果不是的话 那么就代表说 他们内部现在的情势很糟糕 气氛很凝重 很紧张 气氛很凝重 很紧张 所以这个事情 到底怎么样 我觉得也是一个不了了之的事情 民进党当局 蔡英文在西十年人 在大事 话小 小事 话无 他这么一个处理 但是这个事情不简单 给了我们一个准信 台湾现在的 他他妈的这个 内部的情势 波云 诡计 非常凶险 两岸现在非常凶凶险 我个人认为 会有事情发生 武统肯定是必然的 谢谢各位支持 这下个人不忘了 我们下个人的 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